8月15摇家忙 大家忙着采叶子 采他来干嘛呀 做衣服的 做衣服的 过完中秋五活狗 这是什么奇怪的装扮 这还能活动吗 不能弯了吧 身上穿着黄浆叶 叶上还得插线箱 姑娘们为什么穿成这样满村转 想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衣服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中秋节礼五活狗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说起中秋佳节 我想大家最常见到的画面 应该就是家人团聚了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吃着月饼赏月亮 那今年的中秋节呢 我们的编导在广东省龙门县的蓝田 瑶族乡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这里的人们到了中秋节的晚上 会全部的聚会全部的聚在一起 龙门县蓝田瑶族乡里的一些妈妈们 带着即将举办成人礼的女儿聚集在了一起 大家准备到山里头去 他们说成人礼的准备从山里开始 到了山里 只见这些妈妈们开始采起叶子来 这些叶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你们采的这个是什么呀 黄姜叶 黄姜叶 地盘做叶 黄姜叶 采它来干嘛呀 做衣服的 做衣服的 做衣服啊 这个也能做衣服吗 是啊 这个叶子能做衣服呀 是啊 什么时候用啊 8月15 就是8月15晚上你们要穿的衣服 是谁来做 是妈妈来做吗 是啊 拿叶子做衣服 我以为你们到山上来采什么材料呢 这成人礼上用叶子来做衣服还真是新鲜 今年的中秋节 龙门蓝田乡有20多个瑶族姑娘要一起举行成人礼 杨伟仪是其中一个 而这些妈妈们上山可是有任务的 要负责把20个姑娘用的叶子都采回去 工作量很大呢 中秋举办成人礼是蓝田瑶家的习俗 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可是为什么要用树叶来做衣服呢 这个叶子都是要调大片的采吗 是啊 阿姨 要采多少啊 要采多少才能回去啊 好多 下面呢 做衣服 袖子 做到 就是这样子 做到这个 做裙子 然后他们成人礼上就穿这个了 那你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 年轻啊 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穿这个吗 生活 黄江叶是一种山西边的野生植物 在以前 蓝田的瑶祖祖先没有布衣服穿 只能用黄江叶遮身 上山采集黄江叶 用黄江叶来做姑娘们成人礼上穿的衣服 是要让他们不要忘记先祖的生活艰辛 而且黄江叶有蛆虫的功效 广东天气炎热 晚上蚊虫比较多 姑娘们举办成人礼都是在晚上 穿着黄江叶做的衣服 能够驱赶蚊虫 再来 黄江叶叶子较大 比较好做衣服 只是不知道这些妈妈们会把叶子衣服做成什么样呢 黄江叶采购了 再砍上几根细竹用来挑叶子 大家有说有笑的回去了 他们说这些叶子要等到明天中秋节晚上 才开始给姑娘们制作衣服 蓝天窑族乡的人 对家里姑娘办成人礼是很重视的 为了庆祝姑娘即将举办成人礼 家里关系好的亲戚朋友都会来祝贺一下 这位叫陈少远 她是杨伟仪家的邻居 是看着杨伟仪长大的 在几天前得知杨伟仪今年要举办成人礼 她就开始准备礼物 陈少远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可是在龙门县 她可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她最擅长的就是画农民画 她要画什么送给杨伟仪呢 农民们画画 在龙门县一点也不新鲜 老乡们农忙时下地干活 干完活了回家画画两不耽误 据说这些画还能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呢 陈少远画的每一幅画 展现的都是当地人们丰富多彩的劳动和生活 这幅是我们龙门的分架修俗 是画了全国的优秀奖 她是新娘出门的时候 又脚踏那个草席 不要踩到地上的 还有那个头上又顶着一个被子 上面当时发生糖果 这些具有喜庆习俗和民间传统生活的农民画 如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外面的很多人都曾经慕名而来的买他们的农民画 送给杨伟仪的画画好了 也不知道杨伟仪会不会喜欢 杨伟仪对陈少远送给她的礼物很是喜欢 拿在手里看了又看 明天就是中秋节 蓝田香每年中秋举办成人礼都会来很多人 而杨伟仪恰是明天二十个姑娘的领头人 因此她也有点小紧张 还特意叫了跟她一同举办成人礼的一个姑娘 来讨论明天的仪式 中秋节这天早上杨伟仪就出门了 她不在家里准备过节准备办成人礼 她这是要干嘛去呢 这位是蓝田香做米饼做得最好吃的师傅 叫李志良 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 李志良就是最忙的 因为乡里很多人都来找他买米饼 米饼是龙门县蓝田瑶族香一种传统点心 米饼是圆形的 代表着月圆之夜一家大小团圆的意思 是蓝田香瑶族同胞过中秋节 必不可少的一道点心 米饼的原材料主要是大米 做传统米饼 得用农村常用的大锅炒米 这样炒出来的米才香 但就是速度慢 锅里这点米至少要炒上半个小时 你这一大桶里面是什么样 这是糖浆啊 这是糖浆啊颜色这么深 它就有那个白糖啊 这是熬好的是吧 白糖和片糖熬好的 我刚才一看以为是油呢 这么看好像油啊 炒好的大米打成粉后 还得加上糖浆搅拌均匀 放到这个米里面 这糖都看不见了 搅拌糖浆是个慢活 得拿木棒不停地搅拌 还得拿手搓 直到米粉与糖浆均匀混合 这米饼本来是蓝田姚家的一道美食 可是传统的手工作法太费劲 又不赚钱 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慢慢的 现在都没有人做了卖 大家想吃都没地方买去 李志良从深圳回来以后 觉得应该把这个传统小吃恢复了 但哪有那么容易 光一个去花生皮就难坏它了 这不李志良找了乡里几个有经验的妇女 跟他一起忙活着 咱们现在先看看李志良去花生皮的窍门 只见李志良炒好花生 待花生冷却后 再用专门制作的木棒将花生皮碾下来 然后再把碾下来的花生皮筛掉 如此反复地多来几次 花生皮很快就清理干净了 花生是用来做米饼的馅儿的 花生的皮炒熟以后带点苦味 因此得全部筛掉 皮清理干净了 再将花生碾得更碎一些 这些体力活都是李志良自己完成 他请来的妇女们只负责打饼 这蓝田的姚家妇女干活那叫一个麻利 不信您看着 打好的饼经过烘烤以后就能吃了 我看这种烤完以后 它颜色变得黄黄的了 它挺好看的 这个烤成这样就用头胆是最好的 头胆是最好的 那您每一次看这个饼好没好 觉得就是看它的颜色了 对 那现在这个放在这儿是要晾凉了吗 对 现在去洗八分钟吧 用风扇吹 晾凉了然后就可以卖了 杨伟一很喜欢吃自己民族的 这个特色小吃 这不李志良的米饼做好了 他立马就买了一盒 高高兴兴地拎着回家去了 8月15 姚家忙 大家忙着采叶子 采它来干嘛呀 做衣服的 做衣服的 过完中秋五活狗 这是什么奇怪的装扮 身上穿着黄姜叶 叶上还得插线箱 姑娘们为什么穿成这样满村转 想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习俗 广告后请继续收看 中秋节礼物 中秋节这天是杨伟一 要举办成人礼的日子 下午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杨伟一家 她的大姐杨秀花 正在厨房准备晚上的团圆饭 广东人爱吃鸡 在当地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 鸡成了广东人的饮食习俗 而鸡肉从古至今 就是人们特别喜爱的美食佳肴 和补养身体的营养食物 因此过节的团圆饭 怎么能没有鸡呢 蓝田乡的瑶族同胞 最喜欢的就是白切鸡 做白切鸡 得把洗干净的全鸡 放在煮开的汤里 当地人称为净鸡 我这个鸡做了白切鸡 我又可以把那个汤做来喝 那就两用是不是 一鸡两用 这汤里面都放了什么材料 放了红枣 二三十九 二个板栗 板栗 这只鸡在锅里熬熟以后 再捞出来晾凉 再往汤里加入排骨鸡爪 广东人对汤是很讲究的 一般的家庭主妇都懂得熬汤 汤料也是五花八门 很丰富的 等到汤里的排骨熬熟了 还得再加料 煮好的鸡晾凉就可以切了 白切鸡是蓝田姚家人百吃不厌的菜品 因为它原汁原味 皮爽肉嫩 十分可口 您是不是以为白切鸡切好以后 就是这样直接吃了 当然不是 吃白切鸡还得蘸料 每个人的蘸料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不知道杨绣花做出来的蘸料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直接杨绣花把一些葱头切碎 倒上酱油 再放上一点花生油搅拌均匀 杨绣花排蘸料就完成了 杨绣花是家里的掌勺大厨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她一个人就做出了一桌子的饭菜 吃饭之前先喝汤 这是广东人的饮食习惯 广东人之所以喜欢喝汤 与当地的气候有关 广东天气炎热还潮湿 这就影响了人们的胃口和食物吸收 而汤是营养品和水的结合物 饭前喝一口既补充水分又打开了胃口 所以汤水也是广东粤菜的一大特色 饭前喝汤更是广东人饮食的传统 吃过中秋节的团圆饭 就是龙门县蓝田乡 二十个姑娘举办成人礼的时候了 那前面我说了 姑娘们举办成人礼的时候呢 会被打扮成活狗的样子 因此成人礼也叫五活狗 那您现在一定很好奇 这活狗究竟什么样 先别着急 在这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五活狗的来源 相传蓝田瑶族的先祖是靠狗奶养大的 所以在蓝田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爱狗 不能吃狗肉 狗去世之后呢 也要埋在自家的菜园里以示尊重 而蓝田瑶族少女的成人礼仪呢 也是先祖留下来的 是一种祭祀仪式 那现在我们就赶紧去看一看 这二十个姑娘打扮成活狗是什么样子 每年的成人礼仪式都是晚上八点开始 仪式开始之前 要举行成人礼的姑娘和家人都聚集在一起 家长们会同时开始给自家姑娘装扮 不是说要穿黄江夜做的衣服吗 这些姑娘们怎么穿的都是民族服饰呢 就直接围到腰上 这个像一个裙子啊 在腰上围一圈 这是拿什么给她绑上的 那个腾条啊 那个腾条啊 看看 再给她绑上 绑得好紧啊 好紧哦 这给你了 我穿不穿嘛 就当衣服再穿了 最原始的草裙嘛 不光是腰上要绑满黄江夜 胳膊上也得绑满 这绑上还好活动吗 看了看了 怎么把这个胳膊缠起来了 这还能活动吗 不能弯了吧 手不好弯了 这就是衣服了 这一样的草帽 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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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似的草 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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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举办成人礼的姑娘比较多 有二十多个 听当地人说 这些姑娘们从十五岁开始 就连续参加三年的五活狗仪式 才算进入成年 才有资格谈婚论嫁 草帽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成人礼仪式了 她的长辈替她装扮好 又忙着给别的姑娘家帮忙去了 你是第几次参加这个成人礼啊 第二次 也是第二次啊 成人礼五活狗的服饰道具 主要就是黄江叶 马上要到八点了 这些姑娘们在长辈的帮助下 混扎好了叶子 不是说要把姑娘们装扮成活狗吗 这些身着叶子的姑娘们 看起来也不像啊 这个时候一些长辈们拿来了火把和一大把的箱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只见他们把手里的箱都点着了 然后把箱插在了姑娘们的帽子上 这难道就是活狗的装扮了 当地人告诉我们编导这些姑娘们的头上身上都插上线香 活狗的装扮就完成了 姑娘们装扮成活狗也是有故事的 传说在以前的战争年代 有一回敌人来袭 蓝田瑶族的先祖们抵挡不住了 这个时候 有只活狗全身冒着火光冲进了敌人群里 把敌人头领给撕成了碎片 敌兵大乱 蓝田瑶族的先祖们 这才一举歼灭敌兵 大胜而归 从那以后 祖先们就会在每年的8月15 让一些未婚姑娘们装扮成活狗的样子进行祭祀 慢慢的演变成了蓝田香 瑶族姑娘们的成人礼 这些姑娘们装扮好以后 身体都是燃着的香 大家都不能靠近他们了 装扮好的姑娘也被当地人称为活狗姑娘 仪式开始了 活狗姑娘们每个人手里拿着香 排着队往前走 他们这是要去哪呢 五活狗仪式主要就是以叩拜为主 活狗姑娘们来到了祠堂外面 反复吟唱古朴歌谣 要在祠堂门外转上三圈后 才能进祠堂里叩拜 在祠堂叩拜主要就是感谢祖先的意思 拜完祠堂要拜晒鼓肠 活狗姑娘们围着事先伤望的一堆篝火 口中念着拜祭祠 再跳着简单的舞蹈动作 在晒鼓肠祭拜 是祈求祖先保佑五股风登 他们这个围着这个菜园的传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围着菜园在那个五狗要到菜园里面 做虫 做红虫 做白虫 做完虫之后我们明年这个菜园的大部分时候 也不用吸什么肥 大概肥就特别好 也是一种祈祷的意思了 对 那刚才在厨房算是什么意思 厨房我们拜了厨房 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比较幸福 比较兴旺发达 拜完了菜园 活狗姑娘们身上的香也都燃得差不多了 成人礼仪式要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河边 到了河边 长辈们帮着姑娘把身上捆扎的黄浆液和香火 统统扔到河里 代表着驱除瘟疫的意思 这样也代表着姑娘们的成人礼仪式举行完毕 累不累 他们都不想说话了 被这个香熏的是吧 哇 身上都出汗了 肚子一沉都是汗 也挺辛苦的 把那个衣服 举行完成人礼 差不多半夜十二点了 大家依依不舍的分别散去 整个晚上充满着欢乐的蓝田香 也逐渐安静了下来 龙门县蓝田香的这种五活狗成人礼仪式 在瑶族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 它只属于龙门的蓝田瑶 那随着历史的变迁 龙门蓝田瑶的生活方式已经渐渐的现代化了 但是这种祖先留下来的古老仪式 他们都没有忘 他们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师网 农师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其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绿叶做美食 魔芋豆腐如何做 火铺上的顶罐饭 连着异乡的苗家姑娘对家的眷恋 你也吃过腻的那种 一碗普通的米粉 为何蕴含了盆水人的早餐记忆 豆花不用豆 吃鸡不见鸡 是到什么菜 大锅烤制的赶苏饼里 有什么门道 下期乡土走进重庆盆水 带您平安